手机短讯或者数码通讯设备往往缺少情感 没有添加人文因素的讯息容易令人感到冷漠 现在日本驻播大学的研究人员 创造了一个名为OMOY的手持式社交机械人 它可以在宣读文本信息时看起来传达情绪 让用户感到人间温暖 这款短信调解机械人 可以帮助用户在收到令人不安的消息时 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 随着我们走向一个越来越多数码通信的世界 该设备可能有助于加强社交互动 它不是通过改变面部表情或手势来做到这一点的 而只是通过转移内部重量引起的活动 OMOY调解机械人的设计 使其能够抑制用户的愤怒和其他消极的人际关系动机 如复仇的想法而预示着宽恕 该机械人被部署为阅读文本信息的调解器 一条带有不受欢迎或令人沮丧的消息的文本之后 OMOY可以劝说用户不要生气 甚至同情用户 作者田中文英教授说 以书面数码通信为媒介 由于缺乏社交反馈 人们将注意力从发现人身上转移到信息本身的内容上 在一项对照研究中 研究人员用一条令人沮丧的信息对不起 我迟到了 我忘记了这个约会 你能再等一个小时吗 结果显示 这个小机器人平均抑制了23%的用户的愤怒 然而 当他没有应用重量转移时 只有3.5%的愤怒被抑制 此外 在机器人向用户表达同情的情况下 用户的报复冲动成功的减少22% 田敬中教授说 调解员机械人可以转述一个令人沮丧的信息 然后给出自己的意见 当这段话伴随着适当的重心转移时 我们看到用户会感知到机械人的意图 以帮助他们平静下来